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天啊 降温啊 阴天啊 但实际上每天都要出太阳 今天又出太阳了 哎呀 真是 但是我们今天要离开成都了啊 我们要前往自贡啊 今天的目的地是自贡 就开始逐渐的往回走了 因为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啊 就是 答应大家年后做鸡辣椒啊 然后我们这个现在要回去做准备了 所以说 呃 这次这个短途的一个房车旅行啊 就可能就要快要结束了 然后呢 也带着妈妈在房车上面生活了一周 呃 怎么样啊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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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在这个这张床啊 就是虽然说很多呃 观众朋友说这个可能床太小了 但是没有办法 我之前在前面的视频已经呃 给大家说过了嘛 就是我们的床太高了 呃 已经到我这儿了 老妈是上不去的 因为她腿脚不方便 就哪怕是下一个我们这个房车啊 我们都要搀扶着老妈才想才能下去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很难下得去 你就更不用说 呃 上床爬上爬下了 因为晚上还要起夜啊 什么的 爬上爬下就会特别的不方便啊 然后就到这边 到这边的话 没有想到这个床垫还挺给力的 就睡到这儿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也不会 对 也不会天天都睡啊 如果说之后出去了的话 我们会隔三差五的去酒店 呃 开着房去洗澡啊 因为在房车上面生活的话 我们生活的比较久一点 但是老妈呢 就是很少在房上生活 所以说 洗澡的话 还是开酒店洗会舒服一点啊 在房车上的话 我们这个水 有点不太够 老妈洗澡 呵呵 嗯 又是一个大晴天呦 好 我们要去先溜个浪浪去 啊 洗一下是吧 好嘞 啊 我们先去溜个小浪浪 然后做最后的准备 刚刚一起来就先把那个马桶倒了 三个人用马桶还是比较快的 一天就满了 好 对完浪了 现在把这些都收了 江蓬 其实昨天我们看的那部电影啊 我觉得还是挺有 挺有感触的 就是专门讲房车的 老两口的那个房车 房车生活 呃 房车旅行 我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的 他们有个镜头是什么 有个镜头就是在 呃 就是在录音地 然后 呃 用那个换灯片 他们那个是没有投影仪啊 就换灯片 放照片 啊 就是看他们 以前年轻的时候开着房车 带着孩子们出去玩的那些照片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样的 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生活都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了之后 以后就插个U盘 啊 不是 插个那个 呃 叫什么移动硬盘 对吧 然后用投影仪就可以看 啊 看视频 就看我们 哪一天在哪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种 还是挺有意义的 这就是房车的魅力吧 我刚才一直在和刀哥在外边聊天 拿着手化好装了 我们现在啊 收拾床铺 准备出发 带老妈去 这个 自贡看花灯 吃美食 自贡的美食也是 四川好吃的地方 哎 太滑了 是吧 滑了 哈哈 哈哈哈 没有菜 正好没有菜 女孩开钱也不菜呀 女孩开钱也在菜嘛 我现在给你拿去 现在把全部 全部准备了 你下来 还你上这来乖 你上去干啥 这来 来 这边 好了 把这个轮椅弄上去了 全部收拾完毕 陶哥 准备走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你们的早点 哈哈哈 好嘞 到贵阳找我玩 哈哈 去我小园看一下 好 拜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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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生意兴隆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 走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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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太热情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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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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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们准备到高速路上再吃的 但刚去逛了个山姆路 逛下来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我们决定先在这把这个中午饭吃了 吃了再走 因为老妈要按时吃饭 我们昨天 前天买的那个 叫沙拉 里边有这个西红柿 特别好吃 这这种西红柿特别好吃 然后今天我们就特意来 上门买了一盒 我们上次不是停那边吗 然后看到他这儿 对面有那个地面停车场 我们想着停地面 结果他那个地面停车场 要从 里边那个停车场绕过去了 所以说我们就还是进不去 然后那个保安就给我们安排在了这边 把这个解了之后 然后让我们停进来 今天还挺好的 那我们就在这儿把那个饭吃了 中午饭解决掉 舒服得很 这个接着的时候你是开起开开的 没有 开起开开 他上头有两个空 他不会 他不会有事的 好了 全部搞定 我们吃饭了 看着我们的中午饭 还算可以吧 比较丰盛了 先吃点这些肉 肉嘎嘎 这是老妈的 好 把这个这样横过来一点 好 把这个鸡给消灭掉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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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他妈的他一点都不吃 我想一鸡吃起来 一脚就成粉粉那种嘛 好烫 好烫 哇 真的还没好烫 小浪浪 小浪浪 小浪浪终于得吃鸡了 我们昨天 在那边大家吃就没拿给浪浪吃 拿了一坨骨头 今天好好的味道一下浪浪 吃饱了喝足了 然后就走再收拾 收拾好了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先发动汽车 好 再把充电打开 充电 再把导航给设上 到达志工了 四川的另一个美食之都 这边主要吃炒菜 志工菜 我们来到志工呢 通常都是停那个房车营地啊 就是说现在呢 我们就直接把车开到房车营地去 那边好像离那个 看花灯的地方比较近 这边是恐龙公园 哟 这录音地 废了 废了 这录音地废了 没开了 已经变这样了 对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停的那个 然后也是我刚发的那个 对 帅气 挨不过三次 我们这第三次过来 就变这样了 现在这个房车营地好像是很难做 但它这个确实太单一了 就只是停房车 哎 我们还得重新找地方 重新找地方 最终我们这个三辆下来啊 就不再这边停了 我们就直接去这个石队大饭店 这有个停车场 但是感觉没啥意思 而且车还特别多 不知道为啥 然后我们呢 就先去石队大饭店那边住车 然后因为现在已经四点半了 我们可以那个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车啊 停到石队大饭店旁边 上次我们去就知道那边是可以停车的 然后等到差不多五点半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从这儿过去的话得半个小时 然后吃完饭 然后我们再去这个彩天大世界停车场看一看 看那边能不能停车 要是可以停车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停那边了 不能停车到时候再找地方 这个也挺尴尬的 因为我们去年的啥时候 去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 来过这边 那个时候都还开着 但是现在就已经关门了 这次导航倒的路和以前不一样 是不是从另外一边过来了 反正看着这种老厂区就感觉是对的 但是路不一样 就走走看吧 那个标志性的大坡没有 没有过来 没有路过 但是这种小路还是有的 果然我们是从这个 这个路的另外一边过来的 我们先是把房车停到这儿吧 对吧 今天先过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位置 好像是 不太有位置的样子 我们就把车停到这儿了 那这个位置可以 然后走两步走过去 好走 十多大饭店吃饭去 这边 看到这一个车子都骑着 在这走 走 前面150米 这以前是个什么厂来的 上次过来车的时候问过 现在忘记了 反正就是旧厂 然后这个地方位于石沟村 所以说他们家就叫石沟大饭店 嗯 烙唱吧 嗯 很有那种 很有那种 我们小时候的感觉 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 好 哇 他们家现在都已经满了 五点钟 我还说五点半过来 我后来一看这边全是车 我说算算 现在五点就五点吧 赶紧过来 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位置了 石沟大饭店 哦 哦 就在前面找个盘子里到路边上说耳了就对了 我刚才看到这些人 这鹅 哇 就已经开始吃起来了 嗯 还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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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走吧 我们到歪的凳 还是好了 嗯 2号是吧 2号啊 还好不多 走